大家好,欢迎来到新书时光。 你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动力。 女儿月薪八千,我跟她沟通,让她每个月给我五百。 我刚在电话里提了这事,女儿瞬间就像只炸毛的狮子般怒吼。 你怎么有脸跟我要钱? 别人毕业了,父母给买车,卖房安排工作,你呢? 什么都帮不上我,你还有脸跟我要钱? 我顿时语色,心里像一下打翻了调味品,说不清什么滋味。 婉婷,你先别激动,我跟你要五百也是花在你身上。 女儿声音陡然变得尖锐,你怎么那么没用啊? 你一个死了老公的女人,想挣钱多容易啊,床上一躺就好。 可是你呢?没苦硬吃,让我也跟着受罪。 你爱我你就早点去死,别拖累我我就谢天谢地了。 我不敢相信,这是我女儿说出来的话,对着我这个亲生母亲说出来的话。 我的怒气也控制不住了。 周婉婷,你嘴巴放干净点,我是你妈,我把你养大我没有对不起你。 你怎么讲得出这种话,你做人还有底线吗? 女儿吃笑一声,摊上你这个妈我是倒了八辈子没,傻逼,我不会给你一分钱。 说我,女儿直接啪的一声挂了电话。 我再打回去,就已经打不通了,想发微信也弹出感叹号。 显然,女儿把我拉黑了。 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我的感受,嗓子里堵得死死的,整个人忍不住地颤抖。 这是我用尽全力才培养出来的女儿,我气得满嘴都是铁锈味。 身上戾气似乎突然一下被抽干,眼前一黑,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我是被手机接连不断地铃声吵醒的。 随手接了电话,对面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桑尽天良的畜声, 你快去死啊。 深夜里这声音无比刺耳,一下把我整个人吓醒, 她还在那边乌言晦语地骂着,我反应过来直接挂断了电话。 神经病吧,大半夜地乱打电话。 我这时才注意到,手机里不知何时多了几百条消息, 每条都在问候我祖宗,都在骂我怎么还不死。 我皱了下眉,直觉这是不简单,决定明天去报警了解一下什么情况。 第二天我吃完早餐,拿上手机就准备去警察局报案。 刚出家门口,突然冲出一个戴口罩的男人, 手里提着一桶不知道什么东西对我兜头交了下来。 一瞬间,我整个人就被一股恶臭包围,是哨水。 那个戴口罩的男人泼完我觉得还不解气,破口大骂起来。 你这种把女儿当血包的贱女人国家怎么不枪毙了你, 还给你发养老金,浪费我们内税人的钱。 我完全搞不清楚状况,只气得我整个人都在发抖。 你在说什么东西?你是谁呀?我又不认识你,你是不是有毛病? 我要报警。 我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拿出手机准备打110, 然而对方迅速一步上来打飞了我的手机。 她口罩之外的眼睛里满是血丝,像一头疯狗一样, 似乎下一秒就会见人就咬。 她恶狠狠地瞪着我,我清楚地感觉到她想打我, 感觉到危险正在逼近,全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 就在这时,对面的房门只呀一声打开。 住隔壁的小姑娘小郑准备出门, 一看这架势迅速意识到不对, 你是谁?你在干嘛? 口罩男在看见小郑的那一刻, 把手里的桶一扔,就脚底抹油地跑了。 小郑赶紧上前,伸手想要扶我, 我连忙拦住,别碰我,我身上脏得很。 我拦住小郑的动作,想着先赶紧回家,洗个澡再说。 弯腰捡起地上的手机,想到昨晚的事, 怎么想,怎么觉得奇怪。 好端端的,怎么会突然这么多人找我麻烦? 带着疑惑我不自觉地问了出来, 小郑挠了脑脑袋, 黄阿姨,这是,我可能知道什么情况。 她把手机递给我, 正在播放的视频的主人公就是我女儿,周婉婷。 周婉婷说出第一句话的时候, 我的心一下就凉了半截。 我今年大学毕业,刚出来实习, 我妈就要求我把每个月的工资给她, 她不问我房租多少, 不问我压力大不大, 她只知道跟我要钱。 我一个实习生, 工资养,自己都难, 我拿有钱给她, 她是想活活逼死我。 我一直知道我妈不爱我, 我没想到她会这么狠心, 把我养大就是为了让我当她的血包, 给她吸血。 每一句话都像一把刀, 一下一下地刺进我心里。 小郑看气氛尴尬, 局促地想安抚我。 黄阿姨, 我跟你这么熟了, 知道你不是这种人, 你可能和你女儿有什么误会, 你们要不好好沟通一下。 刚毕业的实习生确实没什么钱, 你这一下要她几千块的工资, 着实难为她了。 我喃喃开口, 我只跟她要了五百。 小郑表情僵了一下, 打着圆场, 这, 实习生可能工资就一两千, 五百也不少了。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还能冷静地回答的, 她一个月工资八千, 我只跟她要了五百。 而且这五百也是花在她身上。 小郑一下子掖住, 我深呼吸一口, 视线被视频的评论区吸引。 最烦这种吸血鬼父母, 自己没出息, 还要把孩子的人生也毁了。 心疼博主, 博主家里是不是有个弟弟啊? 如果有弟弟, 那就正常了, 重男轻女的家长, 最擅长的就是吸女儿血氧败家儿子。 我看见女儿在这条评论下回复, 确实如此, 我有个弟弟, 从小我妈就只看得见我弟弟, 我都怀疑自己是捡来的孩子。 一群人在评论区骂我不配为人父母, 骂我是社会的败类, 地球的渣子。 我被这荒诞的言论逗乐了, 忍不住冷笑出来。 我是有个儿子, 可是我儿子十年前就死了。 说我吸女儿血氧儿子? 怎么氧? 烧给他吗? 小郑察觉出我的状态不对, 黄阿姨你别激动, 一家人有什么事说清楚就好。 我拍拍他的手, 叹了口气, 强行压下满腔的怒火, 鼓起勇气继续看女儿发的第二条视频。 自从我有了弟弟, 我在家里就像是一个隐形人。 尤其我爸去世以后, 遗产全在我妈手里, 但我妈还是把我送到了乡下给奶奶带。 她带着弟弟在城里玩游乐场, 吃肯德基的时候, 我就在农村陪奶奶砍柴, 放牛, 为了省钱一个月都吃不上一顿肉。 那时候我就知道, 我是妈妈不爱的孩子。 后来我上了大学, 她要求我自己兼职洗盘子挣生活费, 我一直以为等工作了就好了。 可我怎么也没想到, 她知道我工作后, 第一件事就是跟我要钱, 完全不在意我的死活。 评论区又是一片对我的辱骂, 似乎我做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 最让我心惊的, 是曝光我信息的人, 就是我亲生女儿周婉婷。 她在评论区留下来我的名字, 电话, 住址, 说希望有好心人帮忙劝劝妈妈, 放过她不要再吸她的血了。 说她宁愿自己从未出生, 也不想摊上我这么一个妈。 我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眼泪一下绝滴, 整个人情绪彻底崩溃。 小郑被我的反应吓到手足无措, 一个劲地忙着安慰我。 没事的黄阿姨, 毕竟是您女儿, 好好聊聊会好的。 不过我说句实话, 她一路从农村考出来不容易, 我们也得体谅她。 我崩溃得无脸痛哭, 不知哭了多久, 整个人才平复下来。 看着她一句一句对我的控诉, 我突然有了倾诉的欲望。 我看着小郑, 你愿意听听这个故事的真相吗? 我叫黄小, 二十三岁结婚, 和丈夫生下了女儿, 周婉婷。 女儿八岁那年, 丈夫突发白血病, 检查后我才得知 和丈夫家族基因有关系, 唯一的治疗方案就是通过 脐带血培养造血淡细胞。 为了救丈夫, 我们怀了二胎, 怀孕五个月的时候, 丈夫病情突然恶化, 抢救无效去世。 当时, 我妈叫我把孩子打了, 回娘家重新嫁人。 可我舍不得小小的女儿, 想到未来的某一天, 她可能也会面临和丈夫一样的疾病威胁。 为了我的女儿, 我决定生下小儿子。 小儿子一出生, 我就进行了 期待血冷冻储存, 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最贵的 寒保险套餐, 存二十年, 每个月五百元, 一旦家里有人病发, 需要用上这份期待血, 能提供三百万的医疗费用。 当时家里情况非常不好, 为了给丈夫治病, 家里卖了房子, 还欠下一大笔债务。 我出了月子, 就回公司上班了, 一边带孩子, 一边挣钱还债, 迫于无奈, 我将女儿送去了她奶奶家。 可命运还是不想放过我, 因为我怀上小儿子的时候, 丈夫已经病发, 导致小儿子在娘胎里体质就不好, 刚一岁就被查出白血病。 医生告诉我, 儿子太小, 就算用脐带血就回来, 也很难健康长大。 我只能选择, 放弃治疗小儿子, 眼睁睁看着他小小的生命 在我怀里离开, 那时他才刚刚学会叫妈妈。 女儿成了我活下去的唯一希望。 因为负债, 家里经常有人上门闹事, 我只能继续让女儿跟着婆婆生活, 才比较安全。 我白天上班, 晚上又支了个摊子, 卖炒粉炒面等夜宵, 终于在女儿初中时把债务还清, 将女儿从乡下接了回来。 女儿在身边那几年, 是我最快乐的几年, 哪怕天天干到凌晨两点都不觉得累。 我盘算着多攒点钱, 买个小房子, 以后留给女儿一个永远可以傍身的场所。 我攒那攒, 每天睡不到五个小时, 终于攒到了三十万。 可女儿高考没过本科线, 她跟我说, 她要去国外留学, 一年十五万学费。 我哪有这么多钱啊? 我劝女儿复读, 她闹着说别人家的爸妈都全力支持孩子, 我却从小把她丢在乡下不闻不问。 我成绩不好, 还不是因为没有父母管我, 别人读书我得帮着奶奶干农活。 妈, 这明明是你的责任, 你欠我一个幸福的童年。 现在我要读大学了, 这关系到我的一辈子, 我知道你手里有钱, 可你为什么一点都不愿意为我付出? 我真的是你亲生的吗? 我看着女儿那张小脸, 不知怎么想起了她被送回乡下那天, 苦苦哀求我的样子, 心一下子就软了, 答应下来。 但是我的钱连学费都还差三十万, 我和女儿商量, 生活费她可不可以自己挣? 她用一种无比失望又怨恨的眼神盯着我, 质问我难道每个月五千都给不了吗? 一个月五千都没有, 让她在国外饿死吗? 我说我尽力而为, 可是真等她出了国, 我听着电话里她哭着说白人饭难吃, 说什么都贵, 说她饿得干面包配自来水, 我又一次妥协了, 我贷款了三十万, 凑够了女儿的学费, 每个月工资加卖夜宵, 大概有一万块的收入, 转五千给女儿做生活费, 扣掉八百的房租, 还贷款三千, 续期贷血保险五百, 自己每个月只留下七百过日子, 我想着等女儿毕业了就好了, 然而还没等到她毕业, 我的身体垮了, 我当时差点没抢救过来, 住了两个多月的院, 从此以后再也干不了重活, 就连爬上六楼中途都要歇一歇, 但没体谅我让我办理了提前退休, 可是我没法再摆摊了, 最后的一个学期, 我实在给不了女儿钱, 只能逼着她自己兼职, 我的退休金只有四千五百, 去掉每个月还贷三千, 房租八百, 实在也续费不了齐贷血的保险, 一开始, 我没想让女儿出这个钱, 她刚毕业, 模模糊糊地跟我说没什么工资, 付完房租水电就没什么了, 还是她表妹告诉我, 说我女儿是海归, 走了什么人才引进的路子, 实习期就有八千工资, 和她们几个小姐妹炫耀自己新买的 刀V和什么限量球鞋, 我这才决定, 让女儿自己承担齐贷血每个月的费用, 我一直知道女儿觉得我亏欠了她, 对我比较冷淡, 从未想过她是这样厌恶我, 小郑不知何时已经泪流满面, 她紧紧握住我的手, 控制不住地抽泣, 黄阿姨, 您太苦了, 你这辈子实在是太苦了, 你放心, 你是一个真正的好母亲, 我去网上帮你澄清, 我陪你去报警, 以后还有人赶上门骚扰你, 我绝不放过他们, 小郑说着就拿出手机, 我却拦住了她, 之前不知道真相我当然敢报警, 现在知道一切都是我女儿整出来的, 我哪里敢就这样报警, 她好不容易才找到好工作, 我想, 我先找她谈谈, 问问她到底是什么想法, 我借了小郑的手机, 给女儿打了电话, 婉婷, 我看见你发在网上的视频了, 我想你可能对妈妈有什么误会, 我们俩好好聊聊, 行吗? 女儿不屑地冷笑一声, 聊什么, 聊你想怎么骗我好榨干我的钱, 让我一辈子做你的血豹吗? 我很震惊, 为什么女儿会有这种想法, 为什么一个月五百, 就会让她觉得我是在吸血? 婉婷,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这么偏激, 如果你缺钱给不了我五百, 你好好跟我说, 我, 我的话被女儿打断, 她的声音尖锐, 你怎么这么不要脸, 我都说了不给你还缠着我, 你听不见别人怎么骂你的吗? 小郑听不下去抢过手机, 这是你亲妈, 她把你养大, 你一点都不感恩吗? 你怎么能这样对她说话? 你是谁, 我和我妈的事关你屁事, 她要生我要养我是她自己选的, 我又没有求她, 一听感恩两个字我就烦, 这种糟粕早该被时代淘汰了, 小正气的声音都抖了, 你妈为了你吃了多少苦, 你一点良心都不要了, 女儿声音里带着嘲讽, 是她自己硬要吃苦, 死脑筋只会干体力活, 这就是命贱哪, 我实在是听不下去, 恨不得一巴掌扇到我女儿脸上, 我女儿不耐烦了, 以后不要给我打电话, 就当没我这个女儿, 我就当我妈死了, 女儿挂断电话, 小正气地把手机狠狠甩在沙发上, 草, 畜生, 真是个畜生, 说完她又反应过来, 我还在, 尴尬地看着我, 我白白手示意没事, 整个人脱力地倒在沙发上, 奇怪的是, 此刻的我居然没有觉得生气, 只觉得浑身上下充斥着一股无力感, 我想, 最后见女儿一次, 告诉她我要那五百块钱的真相, 让她自己决定要不要出这五百, 以后就彻底断了关系, 再也别联系了, 我联系不上女儿, 找了几个亲戚帮忙叫她回来一趟, 她也不肯, 无奈之下, 我只能去找她, 我不知道她租房的具体位置, 问她表妹要了她公司的地址, 在公司的门口等着她下班, 来之前, 我已经做足了心理准备, 我一见面就告诉她, 以后我不认她这个女儿了, 她的旗带血保险我也不会再管, 让她自己接手, 其他的我什么也不想说, 也没必要说, 等到下班时间, 我终于看见了和几个同事 一起嬉笑着走出电梯的女儿, 或许是我站的位置很显眼, 她没走两步就看见了我, 脸一下就黑了下来, 紧接着, 她迅速拿出手机操作了几下, 大步向我走来, 粉丝宝宝们快看啊, 被大家猜对了, 我那个吸血鬼妈来我公司闹事了, 我刚准备开口解释, 女儿却看都不看我一眼, 直接打断我的话, 拿不到我的工资, 干脆把我工作搅黄是吧, 逼得我不得不妥协交钱给你, 或者把我逼回老家, 你再找个几十岁的老男人, 收个几十万财礼, 把我卖给人家做媳妇, 妈, 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在算计什么吗? 你想得美, 你闹啊, 不就是什么我不给你钱你就死给我看那种话, 或者跪下给我磕头, 道德绑架我, 让别人觉得我不孝顺谴责我, 你就好拿捏我了, 你这种人, 拿不到钱宁愿逼死我, 呵, 我不吃这一套, 你要闹就闹, 想死就死, 你不是想磕头吗? 赶紧跪啊, 我不怕折瘦, 你爱磕几个头就磕几个, 磕死在这里, 我都不会多看你一眼。 我打好的副稿, 一下就卡在了嗓子眼里, 气氛, 委屈等等说不出来的情绪, 一下子全涌了出来, 我感觉到自己浑身上下都在发抖, 这些情绪让我几乎要站不稳, 这一刻, 什么理智都不存在了, 我直接一巴掌扇在了我女儿脸上, 女儿不可置信地看着我, 你打我, 为了钱你居然打我, 我咬着牙, 感受到嘴里已经有血腥味弥漫, 我只恨以前打你打少了, 让你长成现在这种狼心狗肺的模样。 一直咄咄逼人的女儿彻底爆发, 不顾周围已经有人围过来看热闹, 尖叫着嘶吼, 你打我, 我长这么大, 除了奶奶没人打过我, 你居然敢打我? 你这是家暴, 我要报警, 为了钱你居然连亲生女儿都打, 我怎么会有你这么恶心的妈? 女儿疯了似的, 一把把我推倒在地, 整个人歇斯底里地大喊大叫, 保安听见动静赶了过来, 他指着我生死历劫, 把他丢出去, 这个人是来闹事的, 快把他丢出去, 他向保安出示自己的工作证明, 保安随即准备动手拉我, 我当时很想站起来再给我女儿一巴掌, 可是我没力气了, 我身体一直不好, 每个月都在吃药, 这几天因为这件事, 晚上睡不着, 白天也没什么食欲, 刚刚情绪激动时, 我就已经开始觉得眼花, 被他这一推, 我整个人顿时头晕目眩, 保安看我不动, 以为我是故意赖着, 把我像拖死狗一样丢出门外, 剧烈的太阳刺得我睁不开眼, 我感觉到自己心跳加速, 眼前发黑, 身上一丝力气也没有, 还是那个把我丢出来的保安, 观察一会儿发现不对, 赶紧把我搬到阴凉处, 为我喝了水我才渐渐缓过来, 那个中年保安被我吓得够呛, 哎呀大姐, 你不舒服你早说呀, 我以为你故意闹事呢, 你这要是出了事可别赖我呀, 我缓缓地坐了一会儿深呼吸, 才又有了力气, 示意保安我没事, 抬眼看去, 女儿早已不知所终, 其实在那一巴掌打出去的瞬间, 我突然就想通了, 和她解释那么多干嘛, 她以后是死是活关我什么事, 把她养到成年, 我仁至义尽, 既然她口口声声说我为了五百块钱要逼死她, 好啊, 我不逼她了, 我想着只要我再也不联系她, 这件事应该就到此为止了, 可是我实在低估了网报的威力, 我回到家的时候, 家门口摆上了花圈, 我的黑白照片上被人画上大大的红叉, 门上被人用油漆写着吸血鬼、去死等字眼, 地上是一堆死老鼠的尸体, 更离谱的是, 半夜我正在睡觉, 有人扔石头砸碎了我房间的玻璃, 我被声音吓醒, 猛地站起来想去开灯, 正好踩在碎玻璃上, 我摸索着打开房间的灯, 才看到鲜血已经流了满地, 窗外的人还在大声叫骂着什么, 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响起, 黄阿姨, 你还好吗? 你没事吧? 我忍着疼痛, 用毛巾包着脚, 开门让小郑进来, 小郑看到房内的场景, 急着要送我去医院, 我安抚他没事, 自己拿酒精消毒, 简单处理了伤口, 小郑觉得这件事不能就这么算了, 他拍摄了房间的样子, 发布了一个视频, 视频里, 详细地说明女儿月薪八千, 而我只是要五百, 质疑女儿为什么口口声声, 这五百要逼死她, 为什么不敢和粉丝说明自己的收入和我要的数额, 并且讲述了我供女儿出国留学的花费等等, 可视频刚发布不到半小时, 就被女儿的粉丝们举报删除了, 或许是视频内容让女儿有了危机感, 她主动联系了我, 妈, 我可以删除视频让这件事过去, 但是我有两个条件, 第一, 把我爸当年的遗产给我, 第二, 你自己发声明和我断绝母女关系, 以后绝不会找我要赡养费, 也不会要求我养老, 第二个条件她不提, 我也会提, 但是第一个条件莫名其妙, 她把当年治病欠了一堆外债, 哪有什么遗产, 我平静地告诉女儿, 你爸没留下一分钱遗产, 倒是留下了不少债务, 你作为女儿确实应该承担, 女儿又是一阵脏话和怒骂, 质问我, 不可能, 奶奶说了, 当年爸爸生病你根本没想救她, 等她死了, 你就把房子卖了, 钱呢? 是不是被你拿去也难忍了? 我冷笑出声, 难怪, 难怪这些年, 她明明知道我挣钱辛苦, 每次要钱, 却还一付我欠了她的样子, 原来是她奶奶撒的谎, 你要是不信, 我可以给你看银行流水, 给你看你爸当年就医的记录, 你奶奶说什么, 你就信了, 就你奶奶的性格, 要是真有钱, 在我这, 她能忍住不闹, 女儿声音一致, 嗓门尖锐地质问我, 不可能, 奶奶不会骗我, 就是你把钱骗走了, 爸爸的房子在市中心, 值好几百万的, 钱呢? 我忍不住嘲笑, 好几百万, 那是现在的价格, 你动动脑子, 十年前的房价和现在一样吗? 你爸那时急着用钱交医药费, 房子只卖了五十万, 他光吃进口靶像药都不止这么多钱, 你说钱呢? 女儿咬牙切齿, 你肯定是骗我, 你就是不想给我钱, 我无所谓的冷笑, 信不信随你, 你可以报警, 让警察去查, 是我骗你, 还是你奶奶骗你, 我不想再和这个没良心的东西讲话, 看他又想爆粗口, 我率先挂断电话, 但我低估了周婉婷, 他何止没良心, 他简直黑心, 周婉婷为了报复我, 更新了视频, 一直以来, 我还想着他是我妈, 给他留面子, 但他处处紧逼, 我不得不反击保护自己, 很多粉丝说我对我妈不尊重, 那是因为他下贱, 他不值得人尊重, 从我读初中起, 他就经常夜不归宿, 身边的男人患了又患, 有已婚的, 有六七十的老头子, 还有一看就是学生的小男孩, 我那时在学校一点也抬不起头, 所有人都知道我有一个下贱的妈妈, 所有人都用对待垃圾的态度对我, 紧接着, 他在视频里放了一堆我和不同男人的照片, 我仔细看了照片, 气得笑出了声, 有的是在我卖夜宵的摊子上, 一些熟悉的客户知道我不容易, 特意关照我的生意, 我一般会敬对方一杯酒, 以示感谢, 有的是我以前单位的同事, 偶尔街上遇到了打招呼的画面, 有的人甚至我也不认识, 可能是修理工, 可能是路人, 照片里我也只是正常地和对方说话, 就凭这些照片, 周婉婷就说我和男人勾搭, 实在可笑, 我以为网友们会和我一样理性分析, 可网友们激情上头, 一面倒地骂我不要脸, 刚换好的玻璃又被砸破, 更恐怖的是, 有一天我在家门口发现一个倒放的空桶, 我下意识地把桶拿开, 一条碧绿色的蛇瞬间窜了出来, 多亏我当时留了个心眼, 整个人躲在门口, 只伸出手去一桶, 不然我可能已经被人堵死了, 我报了警, 可是由于我租住的小区是老小区, 监控不完善, 根本找不到证据, 而这时, 房东也主动联系我, 问我能不能搬走, 他说小区已经有很多人投诉了, 网友的行为也威胁到了他们的安全, 我没办法拒绝, 我找好了新的房子, 可是刚搬进去一个礼拜, 不知道是谁又把我的位置发在网上, 网报重蹈覆辙, 我的亲生女儿, 逼得我在这座城市无处落脚, 这一次, 我报警了, 报警她造谣污蔑, 引导网友对我进行网报, 我早该报警的, 我早该狠下心去正是我的女儿, 和女儿再次见面, 是在警察局里, 由于周婉婷发布的视频里, 并没有明确说明我跟她要了多少钱, 只是说我跟她要钱, 这件事不算构成造谣, 而她说的我和多个男人不轨的行为, 她拿不出其他的证据, 这些照片也无法坐视她的言论, 但是她也没有明确地说我们做了什么, 只是说我夜不归宿, 身边男人多, 律师告诉我, 胜算并不大, 最好能和对方协商处理, 我和周婉婷都不太想和对方说话, 最终还是她先开了口, 我可以删除视频, 但我还是那两个要求, 我点点头, 断绝关系, 不要你赡养, 我同意, 至于你说的遗产, 警察就在这里, 资料我也带来了, 你自己看看到底有没有遗产, 我把当年的就诊记录, 银行流水, 还有贷款记录都找了出来, 周婉婷以为我造假, 直到她向警方一一确认情况属实, 铁青着一张脸, 愤怒地瞪着我, 既然就不活, 你为什么要花这么多钱救她, 你怎么这么蠢, 这些钱留下, 我完全可以过不一样的人生, 尽管我早已知道她是一头白眼狼, 听见这句话还是觉得无比寒心, 周婉婷似乎接受不了自己父亲没有留下财产的事实, 当着我的面就打了个电话给婆婆, 我也很好奇, 婆婆到底为什么要撒谎, 我感激她在我最难的时候帮忙照顾女儿, 这些年一直把她当亲生母亲, 我经济如此拮据的情况下, 每年过年也会给她两三万的红包, 她生病走亲戚的一应开销, 基本也都是我在负责, 电话一接通, 周婉婷就咆哮着把所有怒气发泄在婆婆身上, 奶奶, 你不是说爸爸留了房子和财产吗? 你骗我, 明明爸爸死的时候只有负债, 婆婆一向嗓门大, 所以我清晰地听见了她的回答, 哎呦, 小祖宗, 你傻呀, 你管她有没有留房子, 别人又不知道, 你就说有, 逼你妈拿钱给你, 你妈要是不肯, 就让旁人的唾沫星子淹死她, 你妈好拿捏得很, 你跟她发发脾气, 说你小时候惨, 她亏欠你, 她卖血卖肾都会把钱错给你的, 你就放心吧, 婆婆的声音刚落, 我就看见处理案件的警察一脸同情地望向我, 周婉婷和婆婆争执了好一会儿, 才气恼地挂断电话, 我不想和她多说什么, 拿出我让律师准备好的断绝关系证明递给她, 签字吧, 签了以后我们就井水不犯河水, 以后千万别来找我, 她不懈地嘲笑, 是你千万别来找我, 我会发在我的账号上, 让所有人见证, 是你自己答应不要我赡养, 以后可别又厚着脸皮找律师打官司求我给钱, 我实在不想搭理她了, 和她多说一句话我都觉得反胃, 她接过文件, 用力地写下自己的名字, 拍了照片后, 拿起包就走, 我看着她的背影, 毅然决定我要离开这座城市, 重新开始属于我的生活, 我收拾了自己不多的行李, 来到了一个有名的贫困山区, 在一所破破烂烂的小学里, 做起了义务之教老师, 其实一开始, 我也想找个风景好的地方, 游山玩水, 好好颐养天年, 临走前, 小郑给我发消息, 让我别忘了和她联系, 记得给她报平安, 说起来, 我和小郑成为好朋友, 也有一段故事, 她刚搬来的那一年, 刚工作的她手里没钱, 没有回家过年, 而我女儿还在国外, 也没有回来过年, 两个孤家寡人就这么凑在一起过了年, 她和我讲了她自己的经历, 小郑就是贫困山区出来的孩子, 她家兄弟姐妹八个, 她排老五, 因为好心人的资助, 她才能一路读书, 考上大学, 离开了那个小山村, 后来我们越发熟悉, 我经常叫她一起吃饭, 她知道我经济不富裕, 总是买各种水果蔬菜, 给我补营养, 我突然就想, 在我有限的人生里, 如果能够给更多像小郑这样的孩子带去未来, 我的人生也算是有价值的, 于是我临时改了目的地, 通过公益组织的介绍, 做了一名支教老师, 这样的生活过了两年, 或许是因为这里自然环境好, 我每天的运动量足够, 身体意外地越来越好, 整个人神清气爽, 我无比享受现在的生活, 无比感谢上天, 给我安排了这样幸福的晚年, 所以当我看见周婉婷出现在小学门口的那一刻, 我第一反应是厌恶, 忍不住翻了个白眼, 周婉婷看见我出现, 眼睛一亮, 一步上前, 冬的一声就跪了下去, 妈, 求你救救我, 只有你能救我了, 和我之前担心的一样, 周婉婷病发了, 确诊了白血病, 她这时终于想起, 我曾经跟她提过, 生下儿子后, 我存了期待血, 于是她到处找人询问, 终于通过亲戚得知了我的位置, 亲自上门来求我救她, 妈, 以前都是我的错, 可我毕竟是你唯一的女儿啊, 你忍心眼睁睁看着我去死吗? 周婉婷悉行几步, 抱住了我的腿, 哭得一把鼻涕, 一把眼泪, 妈, 求你了, 救救我吧, 我知道你存了期待血, 我带你回家, 我们去医院办理手续好不好, 说实话, 看到她的惨样, 我一点也不心疼, 甚至很想笑, 真的, 发自内心的爽, 于是我真的哈哈大笑起来, 我看着她, 组织着语言, 想着如何告诉她残忍的真相, 能够让她更痛苦, 一个坏消息和一个好消息, 你想先听哪个? 周婉婷眼睛亮了直直地盯着我, 好消息, 我笑咪咪地回答, 好消息是, 我当年确实存了期待血, 存了二十年, 她兴奋地直接跳了起来, 一口一个妈妈, 你真好, 妈妈我最爱你了, 说着就要拥抱我, 我推开她的手, 继续说, 还有坏消息呢? 坏消息是, 两年前, 因为给不起每个月五百的储存费, 我终止服务, 那份期待血, 两年前就已经被清理了, 说完, 我镇定自若地欣赏着周婉婷, 脸色从兴奋的红刷的一下变得惨白, 她紧咬牙关, 你是开玩笑的吧, 对不对? 我摇摇头, 我没有开玩笑哦, 我从来不骗你, 你知道的, 当时我买了最贵的储存服务, 等要用的时候, 还可以补偿三百万的医药费, 是你说, 让你出这五百块会逼死你, 所以我只能终止合约了, 周婉婷像发狂的野兽, 大声质问我, 为什么, 每个月才五百, 你为什么不帮我出? 我笑了笑, 五百哎, 五百不少了, 因为五百块你都能网抱我, 因为五百块你觉得我吸血, 因为五百块你和我断绝母女关系, 这么大一笔钱, 能逼死你的钱, 我拿不出来, 他听见这话, 整个人一下子跟泄了气得皮球似的, 瘫软在地上, 我看着他的样子, 想了想, 又补了两句, 我当时去你公司找你, 就是想跟你说, 跟你要钱, 是为了续费你的期待血储存, 要是你当时愿意给我一分钟听我说完, 可能现在都不会是这个结果, 是你, 太着急摆脱我这个累赘了, 说完, 我开心地大笑起来, 整个操场上都回荡着我愉悦的笑声, 可笑着笑着, 我又流下了眼泪, 有悔恨, 有解脱, 有无奈, 有释怀, 周婉婷在这里住了几天, 确认我没有骗她后, 灰溜溜地自己回去了, 她在网上发起募捐, 希望大家给她捐款治疗, 在这一刻, 粉丝的大博主, 博主在看完视频后, 被我的经历和小郑的努力所打动, 直接将视频公布在自己的账号上, 一份份证据被晒上网, 所有人终于得知真相, 我从来不是重男轻女把女儿当血包的吸血鬼, 周婉婷才是真正的吸血鬼, 她表妹也在网上控诉, 周婉婷得知自己生病后, 回家偷了我婆婆的银行卡, 拿走了婆婆所有的积蓄, 还骗婆婆签下了卖房协议, 钱已经全部被她用于治疗花光, 等婆婆反应过来, 想追都追不回来了, 小郑的视频和她表妹的控诉, 给了周婉婷致命一击, 在各种压力下, 她的病情迅速恶化, 短短半年, 就离开了人世, 作为周婉婷的亲生母亲, 我还是回来操办了她的丧事, 葬礼上, 婆婆哭嚎着差点把灵堂砸了, 她这辈子精于算计, 却被自己一手调教的孙女算计得一无所有, 一大把年纪了, 就靠着在镇上捡垃圾和帮人打灵工过日子, 她看见我, 再也不摆婆婆的谱, 求我可怜可怜她, 黄小啊, 妈知道错了, 是妈没把这个贱蹄子浇好, 你别生妈的气, 妈身体不好, 实在是吃不消了, 每天晚上腰痛得睡不着, 你帮帮我, 把我接去和你一起住吧, 她眼里闪烁着算计的精光, 在她看来, 我还是那个心软好拿捏的儿媳, 可她想错了, 我平静地推开她的手, 一句话也没和她说, 人都要为自己做过的事, 付出代价, 小郑也来参加了周婉婷的葬礼, 并且, 她给我准备了一份礼物, 一张三百万的支票, 黄阿姨, 这笔钱是当年网报你的那些网友筹集的, 他们不好意思来见你, 又觉得愧疚, 于是托我把钱转交给你, 你收下吧, 你收下他们晚上才能睡好觉, 在小郑的劝说下, 我收下这笔钱, 我用这笔钱, 还清了宋周婉婷出国欠的债务, 剩下的钱, 在贫困山区捐了一所全新的小学, 并资助该校学生, 考上高中大学的学费生活费, 这笔钱, 让那个小山村走出了上百名大学生, 这件事后来被一位记者报道了, 我成了全国有名的黄妈妈, 是的, 那些学生都叫我妈妈, 我拥有了好多的孩子, 他们每个节日会给我打电话, 他们在我生日时会赶回来给我送礼物, 他们结婚时请我做主桌出席, 他们在我老得不能动的时候, 抢着把我接回家照顾, 我的前半生, 为了一个孩子受尽了委屈, 我的后半生, 有许多的孩子承欢膝下, 人生就是这样, 苦尽总会甘来, 好人终有好报。 下面给大家讲述第二篇故事, 未来嫂子进门后, 给我立了三条家规, 一, 不许花家里的钱, 包括我爸妈的, 二, 每个月需要上交五千块的家用给她, 三, 不许住在家里, 我的房间要留给她未来的孩子, 她说她嫁进来了, 我这个小姑子就是外人了, 外人就要有外人的自觉, 当我听完未来嫂子和角角说出来的三条家规的时候, 我愣了好一会儿, 似乎是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等等, 你说什么? 我是外人, 和角角理直气壮, 当然了, 我嫁进来了, 跟你哥哥就是一家人了, 你这个当妹妹的自然就是外人了, 怎么, 难不成你想学网上那些当脚事经的小姑子, 破坏我和你哥的感情? 我听完她的话, 几乎是气笑了, 从得知我哥要带女朋友回来的时候, 我们全家就高兴得不得了, 从一周前, 家里就开始打扫准备, 我甚至还拿出了自己的零花钱, 给未来嫂子买了一支萝卜丁的口红, 和一瓶香奈儿的香水, 作为见面礼, 甚至因着哥哥说嫂子喜欢吃海鲜, 我和妈妈一大清早, 还去了菜市场买了新鲜的海鲜, 新鲜的水果, 还去超市买了各种女孩子喜欢吃的零食, 欢天喜地地迎接着她的到来, 就是希望她能高兴, 不让她觉得我们怠慢了她, 可我万万没有想到, 她还没有嫁进来, 就要撵我出去, 她疯了吧? 我妈忍不住提醒着她, 和小姐, 月月是我们的女儿, 她不是外人, 和角角说, 那是以前, 我嫁进来后她就是外人了, 我妈说, 可月月还没有结婚, 和角角说, 但我和文一要结婚了, 说完, 一脸不悦地道, 方阿姨, 文一才是你的儿子, 以后你养老送终是要靠我们的, 怎么能重女轻男? 我哥也说, 是啊, 妈, 我和角角结婚了, 我们就是一家人了, 月月是我妹妹不假, 但那以后也只能算是亲戚, 我妈脸色瞬间就难看了, 不等我妈说什么, 只见我爸忙上前来打着圆场, 怎么会重女轻男, 我们家都一视同仁的, 角角放心, 月月现在正在上大学呢, 她大部分时间都不在家, 不会跟你们住在一起的, 到时候你们结婚, 我们也会单独给你们准备婚房的, 和角角这才满意, 立马问, 婚房在哪里? 我爸说, 还在挑呢? 和角角立马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房子地段要挑好的, 小区环境要好, 最好在市中心, 不能太远。 我爸一一点头, 那是肯定的, 文一结婚, 我们肯定会给他最好的。 和角角眼前一亮, 既然叔叔这么说, 那我和文一去挑吧, 我们看好告诉您。 我爸忙道, 行。 和角角这才满意, 又看向了我, 既然叔叔阿姨准备了婚房, 那你可以住在家里, 但家里不养闲人。 你回到家的时候就要自觉一点, 需要洗衣服做饭打扫卫生, 还有就是我有什么事情的时候, 听我实话。 我算是看明白了, 这事还没有嫁给我哥, 就开始管起我家的闲事了, 还想把我这个小姑子 给直接撵出去的意思。 我反问, 你婚后要跟公婆住。 和角角本能道, 当然不啊, 现在哪个年轻人还跟公婆住? 怎么, 你们以后要跟我们一起住? 我爸忙说, 怎么会, 我们自己住自己的? 和角角道, 这才差不多。 我听到这话讥讽一笑, 忍不住提醒了一下, 可若不一起住, 你想使唤我的时候怎么使唤我? 和角角这才反应过来, 看到我的笑脸, 有些恼怒, 方文月, 你什么意思, 你笑什么笑, 不住在一起你就不听我的使唤吗? 你别忘记了, 我嫁进来你就是一个外人了。 我说, 可你这不还没有嫁进来吗? 一句话, 顿时就像是捅了马蜂窝一样, 他蹭得一下子站起来, 死死地盯着我, 最后扭过头看向了我哥指桑骂怀。 方文一, 这就是你说的你家人会欢迎我, 你会好好地照顾我。 你想要娶我吗? 你要是不想结婚就早说, 别耽误我的时间。 我哥立马哄着他, 角角, 我当然是想娶你了。 我带你回来就是想要跟你结婚的。 说完凌厉地瞪了我一眼, 方文月, 你这个死丫头在胡说八道什么? 我和角角的事情什么时候轮得到你来插手? 还不快向角角道歉。 我讥讽一笑, 我说什么了? 你们难不成已经结婚了? 我哥顿时脸色铁青, 和角角更是扭过头甩袖就走。 这可把我哥给急坏了, 他想拉住和角角, 但这一会儿愤怒上头的和角角 又哪里是他能拉得住的? 于是我一个不注意, 哄不好和角角的他, 他的一巴掌狠狠地甩到了我的脸上。 打得我耳根子蒙蒙的, 一时半会没有反应过来。 我哥则立声道, 向角角道歉。 和角角也是这时才止住了脚步, 看着我的时候眼底带着得意。 我哥则赶紧上前了一步, 宝贝, 你别生气了, 你看, 我教训了这个死丫头, 他以后不敢了。 和角角娇撑地看了他一眼, 这还差不多。 我爸妈也被这一幕给震惊到了, 反应过来后, 我妈赶紧上前了一步护着我, 天啊, 月月, 你没事吧? 说完脸色铁青地瞪着我哥, 方文一, 你是不是疯了? 你这个混账东西, 你怎么能动手打你妹妹? 我爸赶紧上前打着圆场, 好了, 这是也怪不得文一, 还不是月月不懂事, 她第一次带女朋友回来, 月月就非要给她女朋友找不痛快。 和角角阴阳怪气, 还是叔叔名示礼。 难怪网上都说婆婆不好相处, 果然如此。 说完看向了我哥, 文一, 以后我跟你妈妈要是吵架, 你护着谁? 方文一立马笑着道, 当然是护着你了, 我妈也不会这么不懂事, 和角角这才满意, 算你识相。 说完, 看着我的时候一副大发慈悲的模样, 今天的事情看在你是文一妹妹的份上, 你向我道歉, 然后再给我准备一份道歉礼物, 我也就原谅你了。 方文一忙上前, 用力拉了我一把, 快向角角道歉, 然后再给她买个包, 这事就算了。 脸上火辣辣的疼痛, 还提醒着我刚刚她那一巴掌有多用力, 如今听到她们这厚颜无耻的话, 我再也压不住心底的怒气, 拿起了旁边刚刚吃过的碗, 朝她狠狠地砸了过去, 买你大爷的包。 你谈的什么玩意带回来, 就想让我从家里搬出去, 还想让我上交家用, 给她当奴才一般使唤。 她什么东西? 你个臭傻逼一样的脑干缺失的玩意, 还想让我道歉, 真的是蹬鼻子上脸给你脸了是不是? 我越想越气, 又拿着盘子朝她扔了过去, 整个人发疯似的把桌子上能扔的全朝她扔了过去。 这傻逼谈了一个女朋友回来, 以为自己谈了一个玉皇大帝吗? 真是不发疯, 当我好欺负了。 是不是忘记了我初三那一年是怎么发疯的? 其实小时候, 我就发现我家里是有些重男轻女的。 这里主要是指我奶奶与我爸。 他们平时没少扑我, 让我试试让着我哥, 还总给我灌输, 让我以后长大了给我哥买房子的观念。 我妈是又生气又委屈, 每一次都哄着我, 让我别听我爸和我奶奶的。 我自然是听我妈的。 但我爸我奶还是重男轻女。 只要我妈不在, 便在家里指使我干着干哪, 动辄打妈。 方文一有样学样, 在家里对我就像是对下人一样。 于是, 初三那一年我就发了一次疯, 拿着刀子就朝她追了几条街。 从那之后, 我家里就变得安生了许多, 我爸我奶都不敢再名着重男轻女, 方文一也不敢使唤我。 虽然我爸和我奶 还是重男轻女, 但没关系, 我妈对我好, 方文一也像是一个哥哥样子了, 我也就无所谓。 可谁知道, 她如今谈了一个女朋友, 就忘记了我是一个什么样的疯子了, 竟然还敢动手打我。 不发疯, 真当我是病猫啊。 我爸和我哥被我这一举动 给吓得脸色一变, 我妈只是冷冷地看着, 并没有任何阻止的意思, 由着我发疯。 何角角瞪大了眼睛, 还想指着我教训, 我顺手抓了一个刚刚喝汤的碗, 直接朝她的脸砸了过去。 她尖叫了一声, 啊! 方文一就像条狗一样, 立马凑了过来, 赶紧拉着她就往外面跑, 甚至连一句话也不敢说, 生怕惹恼了我。 两个人走后, 我妈这才上前拉住了我。 好了, 月月, 没事了没事了, 有妈妈在, 没事的。 我在妈妈的劝说下, 这才冷静下来, 只是本来打扫干干净净的家里, 变成了一片凌乱。 我爸气得脸色铁青, 指着我的鼻子, 方文月, 好端端的你发什么疯。 这下子不等我说什么, 我妈便对了回去, 刚刚的事情你没有看见吗? 那个女人还没有进门, 就要把月月撵出去。 你别忘记了, 月月才是我们的女儿, 我们才是一家人。 她凭什么把月月赶出去? 是的, 哥哥并不是我妈的亲生儿子, 她是大伯家的儿子。 当年大伯大伯母 因为车祸去世, 留下当时只有六岁的堂哥, 我爸妈心疼堂哥, 便将他带回了家, 当成自己的亲儿子 扶养长大。 当时大伯父大伯母去世, 堂哥受了太大的刺激, 再加上这些年, 家里从未提起过他的身世, 他也早就忘记了 自己不是亲生的。 我爸妈也从未曾告诉过 他的身世。 我呢, 因为当年太小, 自然也是不记得的, 直到初中那一年发了疯之后, 我才意外得知他的身世。 当时也是想着他爸妈早死了, 这才没继续发疯的。 没想到, 谈了一个女朋友, 就又开始做死了。 只见我爸拧着眉头, 以后他嫁人了, 不就是亲戚了吗? 这话也没说错。 我顿时脸一沉, 我妈冷冷地道, 她就算嫁人了, 也还是我的女儿, 是我的家人, 是我最亲的人, 这个家永远都是她的家。 我爸还在做何事佬, 那肯定是的。 可今天不是和未来儿媳妇初次见面吗? 事关文医的终身大事, 我们重视点, 就随他说呗, 以后又不跟我们住在一起是不是? 我冷笑了一声, 怎么? 爸, 我们还不够重视吗? 提前一周就开始准备, 包括他尺码的拖鞋, 他喜欢吃的, 喜欢喝的, 还有红包, 包括我这个未来小姑子, 也给他准备了礼物。 他呢, 上门来就准备了一箱牛奶, 然后就要撵我出去, 说我是个外人。 还是爸也觉得我是外人吗? 我爸脸色一变, 忙道, 怎么会? 你是我们的女儿, 怎么会是外人? 你哥娶一个媳妇不容易, 你别跟他一般见识, 我爸生怕惹恼了我和我妈, 一直在哄着我和我妈。 但我心里知道, 便是方文一不是亲生的, 他最疼爱的人也还是他, 他认为只有儿子才能靠得住。 没关系, 我也不在意。 总之我绝不会内好。 主打的一个就是事实发疯, 让别人害怕。 显然, 方文一也是想到我初中那一年发的疯了, 他应该是害怕的, 所以拖到第三天, 我情绪稳定了才回来。 他也很识相, 回来向我道歉了。 他说, 我已经教训过佼佼了, 月月是我的妹妹, 怎么能是外人呢? 他也知道错了, 说是他和他姐妹的关系不好, 所以才会这么认为。 以后不会这样了, 你们就别生他的气了。 他嘴甜, 很快又哄好了我爸妈。 方文一这才道, 对了, 爸妈, 你们不是说婚后不要跟我和角角住在一起, 要单独给我们准备婚房吗? 我和角角昨天看中了一个小区, 咱们明天去看看吧。 要是没问题, 咱们就定那个小区。 我妈本能地拧了一下眉头, 但我爸爽快地就答应了下来, 我妈也没再多说什么, 第二天就跟着方文一一起来到了寿楼处。 那是我们是最高端的一个小区, 都是二百坪以上的大坪层。 一套下来, 怎么也得上千万? 到了地方, 我爸妈全身都僵硬在那里, 便是我们家里的条件还略算是不错, 但想拿出来上千万也是很困难的。 我妈拉住了方文一, 你们要买这个小区。 方文一点头, 对啊, 角角喜欢这里。 话刚说完, 只见不远处何角角走了过来, 不光有她, 还有一对中年夫妻与一个男孩。 方文一介绍, 那是何角角的父母与弟弟。 我妈脸色有几分难看, 但因着这是双方家长第一次见面, 还是十分客气地上前跟何角角的爸妈一一打了招呼。 我妈说, 文一这孩子不懂事, 双方家长见面, 怎么也得正式安排, 没想到会在这里见上面, 我们什么也没有准备, 真是不好意思。 何母一副大方的模样说, 这个你们以后再补上就行了。 我们也就不计较你们家里的态度了。 今天我们主要是来挑脚脚与文一的婚房的, 我们刚刚已经看好了, 小区里面的楼王位置, 坐北朝南, 户型和楼层也不错, 你们赶紧来付一下钱吧。 我妈愣了一下, 说, 等一下, 我们还没有看过房子呢。 和母拧着眉头, 你们看什么? 这给儿子和未来儿媳妇的婚房, 你当婆婆的还要指手画脚, 还是你以后也想住进来。 我妈深吸了一口气, 我们没想过以后跟儿子媳妇一起住, 但让我们买房子, 总要知道房子是什么样子的, 多少钱多大吧。 和母立马说, 娶媳妇买房子这不是天经地义吗? 怎么, 难不成你们家娶媳妇还想不买房子? 我妈脸色肉眼可见的难看了下来, 我爸忙说, 亲家母, 你们误会了, 这要是不买房子, 我们怎么会来? 我们总要知道房子的信息吧。 和母还想说什么, 被和角角拉住, 叔叔, 我们看过了, 楼层朝向各方面都不错, 是楼王那一栋的十八楼, 三百平, 怎么样? 我爸愣了好一会儿问, 那, 那这得多少钱? 和角角说, 不贵, 两千万。 我爸嘴角抽了抽, 二千万, 不贵。 这便是把我家的家底全部都掏空了, 也买不起啊。 我妈再也忍不住了, 她一把拉住了方文一, 到一旁道, 你结婚家里是会给你买婚房, 但最多是一个一百多平的三房, 总价五百万左右。 你要买这里的房子完全超出了我们的预算, 我们是没有的。 我爸便是在偏向他此时也忍不住道, 是啊, 文一, 家里拿不出来。 方文一一脸为难的样子说, 可是爸, 妈, 角角喜欢这里的房子, 我未来丈母娘老丈人还有小舅子也喜欢。 我再也忍不住好奇地问, 你们俩的婚房, 为什么要他们全家都喜欢? 婚后他们跟你们一起住? 方文一瞪了我一眼, 你闭嘴, 这里没有你什么事。 我妈看着她, 文一, 我刚说了, 你们要买婚房没问题, 我们也会给你们买, 但这里的我们买不起。 而且五百万也能买到我们是相当不错的小区了, 没必要非要买这个高端小区的, 我们家庭条件也就这样。 方文一立马说, 怎么会买不起? 你之前不是还说给我和文岳都买一套房子吗? 我们两个的房子加在一起也有一千多万了, 那你们手上肯定最少有一千万, 完全买得起。 再说了, 方文岳现在还在上大学, 她又是一个女儿, 以后嫁人了自然有男人给她买房子, 她要什么房子? 我和角角可是马上就准备结婚的。 我妈顿时脸一沉, 文一, 我早就说过了, 你和月月我是一视同仁的, 你有的她有, 她有的你也有。 在我这里不分儿子女儿。 话刚说完, 和母的声音立马响起, 你是昏了头了吧? 竟然还要给女儿买房子? 一个丫头骗子有什么好买的? 而且现在是你儿子要结婚, 你竟然为了要给女儿买房子, 而不管儿子。 你怎么当妈的? 我妈吓了一大跳, 你们怎么能偷听我们讲话? 和母冷笑, 你们家人当着我们的面, 嘀嘀咕咕地说话, 把我们家人放在哪里, 凭什么不让我们听? 我妈身吸气, 既然如此, 那我就实话实说了。 佼佼是吧? 我刚跟文艺说了, 这里的房子我们买不起。 和佼佼脸色一变, 怎么会买不起? 方文一, 你不是说你家里肯定能买得起吗? 方文一也立马一脸委屈地 看向了爸妈说, 爸、妈, 你们答应了要给我买婚房的, 现在怎么能言而无信? 我妈脸色这下子是真的变得难看了, 我爸忙上前了一步, 文一, 不是我们不买, 是这里的我们家买不起啊。 我妈直接冷冷地道, 跟她说什么。 方文一, 我告诉你, 你的婚房就是世界城的三房, 你要我们去帮你付钱, 你不要就算了, 至于其他地方, 你想都别想, 你要想住, 你自己去买。 说完, 拉着我和我爸扭过头就走。 世界城也是我们市的一个中档小区, 距离市中心也就二十分钟, 三房有一百多平, 地理位置和学校各方面都很好。 但和母还是伸手拦住了我爸妈。 等一下, 你们什么意思? 婚房难道不是小两口喜欢最重要吗? 我妈强忍着心底的怒气, 说, 可这里的房子我们家里买不起。 和母说, 怎么买不起? 你不给这个丫头骗子买房子不就行了? 我刚可都听到了, 说完便看向了我, 呵斥道, 你这个丫头骗子也别这么不要脸, 你上学花了我女儿那么多钱, 还有脸要房子? 我拳头松了又紧, 紧了又松, 手是忍住了, 但嘴实在是忍不住, 怎么, 我是你女儿跟我爸生的。 和母脸色一变, 你这个死丫头胡说什么? 我说, 不是你说我花了她的钱吗? 可我明明花的是我家里的钱, 怎么成了她的钱? 你这话的意思不是在说我是她和我爸生的吗? 说完又道, 不过幸好, 我妈温柔善良大方, 没有这么会算计。 和母气得脸色铁青, 上前来仰手就想给我一巴掌, 却被早有准备的我一把拦住, 然后甩开了她。 我劝你最好离我远一些, 我可不懂得什么尊老。 和母万万没有想到我还敢拦她, 气得不轻, 方文一, 和角角, 你们两个就这么看着这个死丫头欺负我。 方文一和和角角看到我又不敢靠近, 只得赶紧拉住了她。 和角角说, 妈, 她妹妹是一个神经病, 你别理她。 她之前还发疯拿刀砍人呢? 这么一说, 是真把和母给吓到了。 她冷笑了一声, 好啊, 原来是一个神经病家庭, 我告诉你们, 不把这里的房子买了, 我是不可能会让角角嫁给方文一的。 我妈再也忍不住, 爱嫁不嫁, 随便。 一句话, 仿佛是点了什么炮仗似的, 和母顿时指着我妈, 你什么意思? 我告诉你, 我女儿已经是你们方家的人了, 你们要是不想负责我就去告你们。 我妈说, 随便, 要负责你们找方文一去。 和母大怒, 她不是你的儿子吗? 你当妈的不管儿子的死活。 我妈顿时冷笑了一声, 我也可以不要这个儿子。 说完看向了方文一, 我说了, 婚房就只有世界城的, 爱要不要? 随后, 带着我就离开了寿楼处。 我妈出来之后, 气得不轻, 我哄了好一会儿才哄好, 可是我和我妈都明白, 这件事情只怕没完。 果不其然, 晚上的时候, 我爸回来了, 说是何家答应了世界城的婚房也可以, 但要我们加给二百万的彩礼。 说完, 我爸道, 这比那一套房子少得多, 我就答应了下来, 咱们就准备二百万的彩礼, 再加上世界城的婚房, 就可以了。 我妈蹭得一下子站起来, 二百万的彩礼, 她们是卖女儿吗? 我告诉你, 方智和, 最多五十万的彩礼, 多一分没有。 我爸拧着眉头道, 你这是在生什么气? 这点钱, 咱们家又不是拿不出来。 我妈脸一沉, 拿出来了之后, 月月上学怎么办? 还有我哪来的钱, 以后再给她准备嫁妆, 给她买房子。 我爸不以为意, 月月一个女儿买什么房子, 嫁人肯定还是要男方准备房子的, 月月不需要房子。 我妈大怒, 你说什么混账话, 谁说我女儿不需要买房子? 方智和, 我告诉过你, 儿子女儿我是一视同仁的, 你别想偏心哪一个, 而且你是不是忘记了, 文月才是我们的亲女儿, 你怎么能如此偏心? 我爸不高兴了, 我大哥的儿子跟我儿子不是一样的吗? 我告诉你, 我已经答应了, 你不同意也得同意。 我妈冷笑, 那你拿自己的钱来准备, 我是不可能拿这个钱的。 我爸是一个朝九晚五的公务员, 我妈则开了一家小公司, 公司不算大, 但开了这么多年也赚了一些, 可以说我们家里的钱 基本上都是我妈赚的。 我妈不同意, 我爸压根无可奈何。 如今听到我妈这么一说, 她有些气急败坏, 你简直是不可理喻。 我妈冷声道, 你若是有意见, 我们可以离婚。 一句离婚, 把我爸给吓住了。 到了这个岁数, 她可不敢离。 我妈也没有真想离, 毕竟离婚还要分财产。 只是方文一和何角角听说我妈不愿意拿二百万的财礼, 立马带着自己爸妈还有弟弟跑来我家里闹了。 说我们方家使乱中气, 不想负责。 我听到这话有些诧异, 等下, 方文一不是愿意负责吗? 你们急什么? 还是, 你们还是认为何角角跟我爸有一腿? 我和我妈可搞不了何角角, 而且我们也看不上。 何家人顿时就气炸了, 可看着我那一副混不吝的样子, 也不敢惹我。 何母指着我妈, 你就是这么教你女儿的吗? 真是没有教养。 我妈呕了声, 我觉得我女儿我教得挺好的, 最起码, 不会去别人家说人家的女儿是外人。 何角角顿时眼睛一红, 阿姨, 你这是在说我吗? 方文一立马道, 妈, 角角都认错了, 你怎么还不依不饶? 我妈脸一沉, 闭嘴, 我没你这么蠢的儿子。 何母立马指着我妈, 你这个女人怎么当妈的, 这可是你儿子结婚。 你知道不知道现在娶一个媳妇有多难? 你是想毁掉你儿子吗? 我妈挑了一下眉, 哦, 谁告诉你, 我是她亲妈了。 这下子轮到了何母脸色一变, 你说什么? 你怎么能为了不拿彩礼, 连儿子都不认了? 你这女人怎么这么狠的心? 我妈说, 有件事情你们或许不知道, 文一是我老公大哥的儿子, 当年他大哥去世后, 我们见孩子可怜, 才将孩子收养了。 如今养大了, 我们也尽到了责任, 婚房也给买了, 我们仁至义尽了。 至于其他的, 一分钱也不会再有。 何家的人彻底地待在那里, 方文一则不可思议地道, 妈, 你怎么能这么说? 你明明就是我亲妈。 我立马送上了他跟他亲爹妈的照片, 说, 堂哥, 看清楚, 这才是你亲爸妈, 以后别跟我抢妈。 记得叫婶婶。 方文一顿时就气得目自欲裂, 可我手中拎着刀, 他害怕我发疯, 只能是极力强忍了下来。 何家人也被这一变故给惊到了, 在我们要报警的情况下, 终于离开了我们家, 我们这才算安生下来。 但第二天, 我那个自小就重男轻女的奶奶来到了我们家, 她是方文一带过来的。 显然, 方文一是想起了自己的身世, 并从奶奶口中证实了, 就是不知道现在她叫奶奶过来是想干什么。 但我们很快就知道了, 奶奶是来逼着我妈负责方文一的婚礼与彩礼的。 我妈一口拒绝, 养大她这么多年我已经人至意尽了, 也从来不指望她真的像亲儿子一样贴心, 但要我拿我给我女儿的钱来贴补也是绝不可能的。 我奶奶脸色一沉, 你忘记了, 你们当初还拿了你们大哥大嫂的死亡赔偿金。 我妈说, 她奶, 要我提醒一下你吗? 二十万的死亡赔偿金, 你只给了我们一万块钱, 说是让我们养着文一, 其他的, 你都给了她小叔。 这些年我养她不说花一百万, 八十万也是有的, 我可一分钱没算。 如今您非要跟我这么算, 要我管她结婚, 那我就算是跟方志和离婚, 也是不可能当这一个冤大头的。 说完又看向了方文一, 这些年我带你怎么样你心底有数, 我拿你当儿子来照顾, 也想着给你准备婚礼。 但没有想到你为了想要独占家里所有的钱财, 竟然想掏光我的家底, 这些年我就当白养你了。 你结婚的钱, 我一分也不出。 这下子方文一是真的慌了, 妈, 我, 我妈直接打断了她的话, 妈什么妈? 你该叫我婶婶。 方文一脸色一白, 又看向了我爸, 爸。 我妈盯着她, 你多说一句, 我明天就起诉离婚。 我爸脸色一变, 她是真怕我妈跟她离。 于是, 她便是在孝顺, 在喜欢方文一, 这一会儿也不可能站在她那一边, 只能是自己亲自把她亲妈送走。 听我妈说, 何角角带着方文一, 又去她公司, 闹过几回, 甚至还闹到了网上。 一时间, 网上不明真相的网友声讨我这个小姑子的, 声讨我妈那个未来婆婆的不在少数, 我有些担心。 我妈只是按住我, 任由着她在网上闹。 直到流量到达一个顶峰的时候, 才爆出了方文一不是我爸妈亲生的的事实。 如此一来, 我妈的账号瞬间就引流达到了上百万浏览量, 不少人上前来要认妈, 我妈趁机推出了自己公司的产品。 按我妈的话来说, 互联网时代, 送上来的流量不要白不要。 她一直还在想要怎么进入电商这个平台呢? 瞌睡来了, 何角角与方文一送来了枕头, 我妈身为一个商人, 能不接着? 可以说, 何角角与方文一在网上这么一闹, 我妈非但没有什么损失, 反而是公司业绩节节上升。 第三季度的营业额超过了去年一整年。 我妈拿着钱, 高高兴兴地跑到了之前何角角看中的那个小区的楼王位置, 给我买了一套当初何角角挑中的那个户型和楼层。 拿到房产证的时候, 我特意发了一个朋友, 只给方文一与何角角看。 杀人吗? 总要诛心才好。 听说, 两个人得到消息的时候, 气得半死, 尤其是何角角, 而且让我意外的是她最终还是选择嫁给了方文一, 哪怕我妈没有给她买婚房。 我想了想也不意外, 毕竟像方文一那样的舔狗难找。 倒是何角角嫁给方文一后, 开始整天往我家里跑, 对我这个原本她极为厌恶的小姑子像是对亲妹妹一样。 我仿佛什么也没发现一样, 跟她的姑嫂关系格外和谐。 直到她在我的酒里面下了药, 并叫来了她弟弟。 我终于明白她想要做什么。 于是我反手一个报警, 直接就将她姐弟二人一起送了进去。 方文一倒是真爱她, 跑到我面前来苦苦哀求。 见我不同意后, 果断选择离婚了。 然后开始整天到我爸面前嘘寒问暖, 宛如一个亲儿子, 并时不时张口问我爸要点什么。 我爸也确实是心疼这个侄子, 有钱的时候他要就给了几次, 但他手头上也没什么钱, 给不了太多。 但方文一哄她, 想要哄我们现在住的房子。 后来听说房子在我妈的名下, 知道从我妈那里是搞不到钱的, 便再也装不出好儿子的孝顺模样。 听说差点没把我爸气死。 经此一事, 他也终于明白了养这样一个儿子没啥用, 开始回归家庭了, 我妈也没有跟他提离婚。 按我妈的说法, 我爸除了重男轻女思想老土之外, 并没有其他的过错。 这样提离婚肯定得分财产给他。 他不想分, 所以决定不离。 如此好歹是保全了财产。 我一听也十分支持我妈, 毕竟, 真离婚了让我爸分走了财产, 以他重男轻女的思想, 是绝对不可能留给我的。 既如此, 那还是别离了。 那还是别离了。